浙江高院出台指引 探索个人破产制度 个人破产制度也好 包括我们这个工作的原因 它的很重要一个功能 实际上就是区别 哪一些债务人是老败 哪一些是从事 地方是水 有哪些新思路 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中国邮政区银行 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今天我们来关注 个人破产制度 地方是水的最新进展 演播室我们邀请到 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探讨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个人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静 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 刘哥欢迎两位 那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就曾经关注过 我们国家首部个人破产法规 深圳经济特区 个人破产条例的通过 深圳率先破冰之后 最近浙江也开始了地方探索 12月3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了浙江法院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的实行办法 个人破产制度 再次进行了地方是水 那么个人破产制度 都适用于哪些人 实践中怎么来执行 破产之后的债务 是不是就意味着全都免掉了 带着这些问题 咱们先来看一下 浙江省高院出台的 这份工作指引 都有哪些具体内容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新指引提出依法合规 鼓励探索 府院联动三条基本原则 针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法院可以免语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强制执行措施 未陷入严重财务困境 但诚实守信的自然人提供债务重组的机会 而针对债权人 法院将引入管理人等手段 更加彻底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 维护债权人正当利益 探索个人破产制度工作一直在推进 去年10月 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 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 在浙江温州中院办结 蔡某是一家机械厂的小股东 2016年正准备出差谈业务的她 突然收到一封企业破产通知书 虽然大股东跑路 企业破产 但是拥有机械厂30%股份的小股东蔡某 还留在温州 债主们于是把蔡某告上了法庭 经法院判定 蔡某需要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意味着企业虽破产了 但这个僵尸企业欠下的钱 要由蔡某个人还上 为还债 蔡某把家里唯一的房产卖掉 支付了85万元欠款 但是还有200多万元的债务要还 沉重的压力下 蔡某身体越来越不好 接连做了两场手术 医疗费用巨大 家庭收入入不敷出 无力清偿巨额债务的蔡先生 最终被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 2019年9月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 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实施意见 这让一直为还债伤透了脑筋的蔡某看到希望 她向法院递交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申请 希望将214万元的债务 在18个月内按照1.5%的比例 也就是3.2万余元一次性清偿 法院对蔡某的财产情况做了细致调查 面对调查结果 债权人的态度松动了 最终 4名债权人同意蔡某提出的清偿方案 同时蔡某承诺在履行完毕之日起6年内 如果她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 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还款 刚才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蔡某的这个案例 可以说是我们内地个人破产的第一案 是一个首次的这样一个试水 那其实我们中国人长期来的观念是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可是刚才我们看到她最终的结果是蔡某用 3.2万多元来清偿的 她相对应的这样一个214万元的债务责任 应该说是一个连带责任 刘老师您先来给我们讲讲 为什么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操作和处理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个债务人长期的生活 在一个非常高压的非常重负荷 而且是看不到希望能够清偿的这个债务之下 这个对于债务人及其他的家庭成员来说 都是不人道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蔡某她并不是只清偿了3.2万 而在此之前她已经用她的大量的财产 清偿了其他的债务 我们是非常务实地面对现在的情况 她现在的一个财产情况 根据她的能力来做的一个清偿 所以这样的一个清偿是得到了债权人的认同 经过了合理的程序 经过了非常详实的调查之后得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个债务的免除是符合一个基本的法理的 而且我们说现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意味着这样一个个人破产 条例的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它是有它的必要性和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对 现实的意义呢 非常的紧迫应该说 尤其是对于有一些地方 因为现在很多的出现了一种状况 就是公司债务的个人化 也就是说刚才那个例子里面就非常的典型 也就是说它是因为入股一家公司 按说的话我们公司有公司法 那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到时候破产就完了 但是实际上在现实当中 在很多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里面的话 有大量的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它虽然有公司在那经营 但是它大量的借债借贷的话呢 都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你拿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去跟人借债的话 人家是不借给你的 因为你的信用你是个小公司 所以呢你不值得信任 但是呢因为我了解你这个人 然后呢你有房子 然后我知道你跑不了 所以我把这些债务借给你 那么其他呢包括现在甚至一些银行呢 给一些较大的公司现在呢贷款呢 也要求你的这个法人的话呢 要把自己的房子压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公司债和个人债呢 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地方 它是缴在一起 混在一起了 所以的话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 它已经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所以呢为什么叫做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呢 也就是说当有一些 这个尤其是做一些这个这个生意的这样的一些 小微企业这样的一些 他们陷入到这样的一个个人债和公司债 缴在一起这个状态 如果得不到解脱的话呢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 既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 债主也拿不到钱 而且呢会影响这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在现在呢就由于这样的一个债务问题的这种复杂性 所以也倒逼现在的话呢 个人破产的话呢 应该要这个推进它的立法程序 所以也就是说两位其实刚才都提到了 对于债务人来说 我们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和判断的 那这次浙江高院的新直音里面提出了 要针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法院可以免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强制执行措施 这个诚实而不幸啊 刘老师怎么界定 我们说陷入过度负债的债务人应当说 绝大部分人都是不幸的 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做这个个人破产程序的 这样一个选择下 我们会有一些制度的设计来甄别 那么以我们浙江这一次的工作指引为例 就是说它首先考虑的是一个合法和合规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我们说首先是要求债务人自己去非常坦诚的 主动如实全面的申报自己的这个债务 债权和财产的情况 而且必要的时候是要把自己同住的成年家属和这个未成年的子女的情况 也要进行通报 这是第一道坎 第二道坎就是说你要接受债权的质询 我有很多疑问 你的什么车跑哪去 你的什么房子去哪 然后有些人的财产力是不是真实是你的 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些拷打 我开玩笑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法院 我们现在法院是可以借助强制执行的这样一个系统 就是目前为止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查询系统 包括我们其他有一些部门的这样一些协助 金融系统啊这些的联网真信系统去查询 全面的查询债文的信息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管理人还要去做一个补充的调查 方方面面的调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债文还是有什么欺诈的行为的话 你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不利的后果 包括你的可能在这个程序再也不会对你开放了 你失去了人生从来的一次宝贵的机会了 然后呢还有可能你非常严重的可能就是违法犯罪了 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说就是这个诚实是要在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 包括有一些地方就是债文自己开始申请了这个债务清理条例 可是做到后面他觉得自己的行为经不起检视 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强制执行里面有一些欺诈情况或者什么的 我怕被发现了 然后我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他自己都不做了 对 所以我们其实说大家会担心说 这样一个制度会不会被老赖们所利用 对于这样的一个个人破产的道德风险回家去 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有很多办法 把老赖和这些诚实而不幸的人进行一个区分的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 今年8月份的时候 是审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那明年3月1号起就将正式实施了 作为全国第一个试水的城市 深圳的条例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内容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深圳自2016年开始探索研究个人破产制度 今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布 8月26号条例审议通过 将于2021年3月1号起实施 条例规定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 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 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 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 依照条例可以进行破产清算 重整或者和解 条例主要从三方面限制债务人行为 一是限制消费行为 规定了八种禁止消费行为 二是限制职业资格 三是限制借贷额度 进入破产程序后 债务人借款1000元以上 或者申请等额信用额度时 应当向初见人或者受信人 声明本人破产状况 条例规定考察期为三年 专家表示 个人破产条例树立的基本价值导向是 只有诚实守信的债务人 在不幸陷入债务危机时 才能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 并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 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创造更多财富 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债 或者实施破产欺诈的债务人 不仅不能通过破产逃避债务 还要通过法律手段 加以预防和惩治 我们看到一个是深圳 一个是浙江 都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些地区 那现在这两个地方 率先实行和开启 个人破产制度的这样一个探索 他们在适应的群体 包括制度内容上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和亮点 如果说浙江是在省级层面 非常稳妥地推进 个人债务整理制度的话 那么我们深圳的个人破产条例 就是由地方个人破产条例 推开了整个国家的 个人破产立法的大门 就是说它在 我们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就是说浙江的这样一个制度推行 更像是有在很多束缚下 然后做一个新的框架 在和现行的法律框架内 做一个个人债务的整理制度 尽快地解救那些 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而我们深圳的话 就是把胡萝卜和大棒 都摆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立法的效果和不利的后果 都非常的明确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个人破产法律 所以总体而言 我们会看到 就是明年3月1号 实行的个人破产 就是深圳的个人破产条例 会给我们这个社会 带来很大的震动 对 但是这两地的探索 对于全国来说 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对 但是总体上而言 因为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债权人可能他的主张 是更多的说是希望 或者是不希望 债务人他的在不同情况下 他对于希望自己 有没有个人破产 和不希望自己 在不同的情况下 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所以这件事情 因为比如说 你要是站在一个债务人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上 那可能觉得 如果要债权人 一般都是强势的 那你可能就觉得 应该同情这个债务人 但是反过来 也有很多其他的案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是觉得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尤其对于中国目前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的话 推进的过程当中的话 还是要谨慎 还是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为尤其就是在一些地方 立法的话 来进行尝试 尝试的过程当中 然后去能够总结出来 一些经验和教训 然后逐渐地 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 也可以慢慢地移入 事实上 我们看到 个人破产制度 最近这几年 是一个提速的过程 咱们就拿这两年来说 2019年的2月份 最高法是首次提出了 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7月份的时候 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 出台了相关方案 明确要求要研究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 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 到今年的5月份 我们出台的 关于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意见中 提出了要健全破产制度 改革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推动个人破产立法 那现在从地方试点 到全国铺开 咱们再来说一说 刚才刘老师说 觉得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我们的刘主任怎么看 你觉得还需要多久 这个过程中 还需要哪些相关的配套 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的配套 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然就不会是 就是又有 我们最高人民法院 然后又有发改委 又有党中央的 这么多文件的支持 那么我们是看到到 顶层设计 在非常积极地推这个事情 我们也相信 就是在我们 最高人民法院的努力 在我们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 还包括我们的地方的人大的 这些努力工作下 它会是一个 非常快的过程 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讲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 也必须要按照我们国家的 立法步骤来走 最后我们比较关注的 还是我们全国人大的行动 所以现在只是地方的条例 还没有到全国立法 这样一个层面 全国 人大这一块的话 我们相信就是 他们已经关注到了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企业破产法的修改的 这样一个契机 学术界的主流 是呼吁把个人破产 植入这个企业破产的 这样一个修改的 做成一个统一的法典 但是我们全国人大 也做了一些 就是非常多的调研的工作 准备的工作 但是具体怎么推动 这个可能 还是全国人大来回答比较好 那我们包括说到 个人破产法 相关的国际上的一些经验 是不是可以借鉴 其实美国搞了200多年了 也就是1800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第一次 有个人破产的概念 但是在这200多年的 过程当中的话 不断地在翻烧饼 也就是说实际上 每隔几十年 债权人和债务人 他们的主张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 所以那么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平衡好 债务人和债权人 这种关系 那么比如说 在1978年的时候 当时他们通过的 一版的个人破产法以后 那么导致在很长时间里面的话 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破产的案例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的话 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不行 因为很多人会专这个空子 又要修改 所以这个平衡债权人 债务人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 而这也注定了 它会是一个渐进的 这样一个过程 对 好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听主播收屏 欢迎回来 现在生活中 我们时常会听到 老赖欠债不还的新闻 但是客观地说 这些欠债人中 既有无理赖皮的 也有诚实不幸的 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和实行 就是要给其中那些 诚实而不幸的人 一个新的机会 也可以让我们的市场 更好的新陈代谢 土故纳心 所以说 个人破产制度 历时十多年的推动 现在开始进行地方的试水 既是法律的进步 更是市场建设的重要一环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明天的节目